郭文貴議員 好,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第一位請洋藥委員 你從澎湖飛過來 對,坐飛機要戴口罩 謝主席,主席請一下次長 麻煩請次長 市長好 市長我先問一個問題 就是受刑人出獄以後 在社會安全網中的處獄 有一些受刑人,譬如說他有精神疾病 有經過鑑定 我們在他出獄以後有沒有 什麼特別的處獄有沒有 好,是不是請我們市長來跟委員說明 謝謝 謝謝委員關心這些議題 這個精神病人他在經過鑑定或者經過診斷 那在醫院中當然有我們的精神科醫師會進到醫院後治療 處獄之後他依規定他要通報到衛生局 那衛生局會納入我們的管理系統然後去最終輔導他們 好,這個是有經過鑑定的嗎 有有有 有經過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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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是沒有的 沒有經過診斷 可是他有精神方面的障礙 然後他又是受刑人 等於說他有雙重的特殊身份 這種在社會安全中有沒有特殊的 跟委員報告 這個其實本來在原來的醫療追蹤系統裡面就該有 而不是在室安網裡面 那這個是 其實比如他在監獄裡面他發現他有疑問 有問題就應該是轉接當時的精神科門診 在醫院我們有從醫院派人到醫院到監獄裡面去看診 那請那邊去做診斷 診斷完確定之後 他就有診斷名稱嘛 那他出獄的時候 其實獄方就可以直接轉接 那這個就是必須要跟矯正單位 就是獄證單位 做一個很深化的溝通 因為這個很可能會變成一個黑術 因為他本身在監獄裡面受刑的時候 獄方有沒有辦法 向市長現在說明的 做得這麼徹底 這個恐怕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是 跟委員報告 這邊其實我們也努力希望能夠加強 針對這個監獄裡面的這個管理人員的教育訓練 讓他敏感度高一點 譬如這個人看起來怪怪的 那我可以把他轉到門診去看一下 評估一下 或者經過監獄裡的心理師評估一下 那經過這些手續 我覺得這樣才是比較正確的方法 所以市長剛剛就是說 要跟預證人員做一個 目前還沒有嗎 是目前沒有 我們正在協調這件事情 這個交易訓練的部分要 要迅速確實的做 是 因為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他假如說 在監獄裡面沒有被鑑定出來 可能出雨後就會變成黑術 好不好 好 謝謝 市長我繼續跟你討論一些人力的問題 是 就是我們要把社會安全網的計畫 建置得非常地徹底落實來執行 還是必須要人力要充足 是 我們在 社會安全網在107年合定的時候 大概總經費有62億 那執行期間是107年到109年 對 也就是到今年 對不對 各地方政府的社會福利中心 它主要工作的內容 有包括社會福利諮詢 推廣志願服務等等 中理社工業務的一個單位 那107年實際各地方政府 任禁用的平均數 應該到位的人力 禁用的 大概只有63% 那是因為107年是年中才合定 到了108年 也大概只禁用8成 對不對 那81左右 為什麼 為什麼會 因為看樣子是各地都缺人缺得很厲害 為什麼會 會禁用到8成而已 嗯 現在是我們人力都核定給地方政府 所以要禁用的時候 對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說你們知不知道 欸 地方政府的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看樣子是大家都缺人嘛 那我們給錢了 為什麼會只禁用到8成 其實我們這個問題做了很多研究 包括我們去從教育系統去看 其實每年培養的社工專業能力 是供應這個需求的 但是確實上 有些地方可能是因為 這樣比較便宜的地方會認為說 他們住宿會是個問題啦 所以就沒有辦法找到適當的能力 那我們在想說整個照顧裡面 我們就先從薪資的調整開始 所以今年做了一個薪資調升的部分 那還是有這個缺席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在 逐步的針對每個縣市各自狀況去處理 所以我們未來也是考慮去建立一個 人才的一個平台 建立一個平台 也許有些地方在某個方案離職 他可以到別的縣市去做適當的工作 那其實我們做很多努力 還去各社工科系去做宣傳 跟他說有這個職缺可以來用 那確實是有些地方還有困難沒有用足 對 因為剛剛次長有講到一個 就是偏遠地區可能連住的地方都是問題 大家比較不願意 可是我看金融率最低的確實是馬祖 33% 次低的就是台北市 62% 問題在哪裡 台北市工作機會 台北市我們也去問過 台北市人年多為什麼這麼多 後來台北市看完之後 因為台北市工作的機會真的很高 機會太多了 其他的工作 對 其他工作機會也蠻多 工作機會平底上 社工算是比較弱勢 應該這麼講 他可選擇性多 對 因為現在社會工作 確實我們不管在社會 或者其他什麼加班房子工作 我們付給他的責任跟壓力 真的確實是比 依然其他的行政人也會多一點 對 這個我知道 對 對 所以剛剛次長講到加薪 薪水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可是他不是全部的因素 是 那其他次長還有 或者是署長還有沒有覺得 哪一個部分是我們可以幫社工解決他 他工作的困境 是我想剛剛立委講 除了薪資以外 除了薪資之外 當然他專業智能 還有他的工作環境的改善 都要做很多的努力 特別是在很多獨島的支持系統 他在加強 還有一個團隊的合作 我們要幫他整併一個 比較可以合作的團隊環境 他才能夠不會單打獨多 類似這個波 我們都在陸續去從各方面再努力 工作環境是這樣子 就是說 內 內部的工作環境 我們可能可以幫他做解決 不過 一般的工作環境 他的工作環境本來就是 就是這樣子 這個可能 這個工作的本質 這個工部門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比較沒有辦法去替他做解決 是主要是 我們社工營常只要跨部位 跨單位去合作 所以我們要建立一個跨單位 可以合作的比較平穩的機制 才不會我們社工營覺得 他常常在工作上 要負荷太多的力量去做溝通協調 所以這個 跨局出貨跨部位合作的機制部分 現在是這兩年我們在做的很多努力 包括很多社工營在去工作 對個案的訊息的掌握 也透過資訊借接 讓他比較理解這個工作員狀況 他可以進入工作室 比較快速的進入工作狀況 所以我相信整個環境的改變 我們都覺得要再不斷的精進跟努力 就是說我們在他內部的工作環境裡面 不管是重向的支持 或者是橫向的溝通協調 盡可能幫他做改善 可是社工本身的工作條件 本來就是比較 比較 講快一點就是比較吃力 這個可能是工作的本質 我們可以做的 就只能從加薪上面 來做一些一些彌補 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子 對 就像委員說的 他的工作比較吃重 所以我們除了加薪之外 在很多支持系統 也要建構更完整一點 讓他的工作環境更好 對 市長這個 這個 這個 要把社會安全網 建構得非常的完整 真的人 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 怎麼樣讓社工 工作的更 更 更愉快一點 這個是我們要努力的 好不好 好 謝謝市長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楊瓊英委員 主席 本席想要請次長 好嗎 請次長 你好 有兩個議題 本席來跟你討論 第一個 也就是從106年到110年的時候 我們的國民心理健康計畫 到目前 那快要到 但是我們看到台灣 以我中部地區 全國 1999年的時候 921 我們想要時間那麼快 21年了 2003年的這個SARS 2009年的莫拉克颱風 這個水災 2014年更恐怖的隨機殺人事件 北決的這個事件 到新店隨機殺人的事件 讓大家的壓力很大 尤其經過苦難過的 有的人根本走不出來 所以當時 衛武部提出這個政策 我非常的 感動 所以我也一直在注意這一塊 所以本席要請教 那麼在這些情況之後 又看到我們現在面臨到什麼問題 防疫 那防疫包括留學生 回來要檢疫 要隔離的 要居家管理的 還有台商 像武漢的這個 蓋章 還是不能 這個Label還是不能去除 甚至在國外有的 看到黃腫皮膚 就罵 欸 你是病毒 像這樣的情況 有的人心裡他受不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包括有很多的 這個海外工作者 他回來 他總是要生活啊 他回來 他會被貼上標籤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本席要請教 面對這樣子大的壓力 又這麼大的一個全球事件 你們針對於心理諮商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再更精進的方案 請教 是 我想在防疫期間的心理這個 這個諮商很重要啦 那我們在報告也提到 就是說針對 防疫期間被居家隔離 不管或者集中管理的 我們有一個call out的 一個光海服務的專線跟中心 那假如這中間有涉及到 要更生意層的心理諮商的話 我們會轉這些心理諮商 去處理 另外我們加強宣傳1925 就是讓民眾可以call in進來 就有特殊狀況 可以來尋求一些諮商的服務 我請教在座各位 1925 那你們不本部啊 也好在座各位 1925是什麼專案 什麼專線 知道的請舉手 你們不本部當然知道 全部這一些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做事情 我就是要跟你們討論 我希望你們宣傳一下 宣傳一下 讓需要的人有所知道 我有哪一個管道 可以用 好嗎 只有你們不本部的人知道 是沒有用的 其實現在在我們的臉書 還有我們健康自主填報 上面就寫1925的宣傳 對啊 那個是有Case的人 沒有Case不知道 他也可以救人啊 是 他也可以幫你去當一個宣傳者啊 對不對 好不好 你們都去宣傳1925到底是什麼 接下來我要問 剛剛網路網路的霸凌 是現在連國安局第七處都要去設置了 因為這個是整個全球網際網路非常重要 所以也特別針對網路的霸凌 因為不管是說職場的高壓性 或者是網路的霸凌 這一些 因為網路的蒼行 導致人跟人之間 他的一個接觸更 更疏離 更疏離 那這樣的情況 心理障礙的壓力會更大 所以呢 本席也在請教 像這樣子的方式 除了我們1925之後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 我認為更需要再精進 人跟人越來越疏離的時候 那我們必須 這一塊是非常辛苦 我知道在做是非常辛苦 但是我們可以怎麼樣精進 請說明 市長來跟委員報告 好 謝謝委員關心 大家民眾的心理健康 我想 在這個工業時代 就我們台灣慢慢進入工業 什麼方案請告訴我 是 那這個 人的這個不安一定會增加 其實每個國家都一樣 背景 請進本席了解 什麼什麼政策 什麼方案可以再精進 我 我舉例子 其實像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用社會安全網進去之後 其實給個案很多的支持 本席喔 請你書面資料給本席 除了目前你們在做 我們碰到這麼大的防疫事件 壓力這麼大 你們可以再怎麼樣精進 好不好 背景本席已經非常清楚 所以要跟你討論政策 接下來本席要請教 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共病的這個部分 社會局 教育局 我們的衛生局 在地方政府裡頭 大家人養麻煩 社會工作人員 有社工人員 社工人員以台中市來計算 我們呢 原本 你們核定給我們的是19個 但是共病之後 我們討論出來 到目前快將近一年的時間 我們有將近899人 共病 公病 那公病之下呢 你們也給我們社會安全網 的社工人員呢 你們核定的人數是達到35人 35人至到目前為止 我要一個數字 全台22縣市 社工人員的資料 請你 核定數跟實際到位的人數 以台中市目前核定35人 我們現在執行的只有22人 我們很辛苦 因為社工人員在第一線 面臨到 尤其共病的 他又有精神障礙 又性侵的 又額虐的 這個連結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的很多社工人員 欸 竟然啊 尤其被恐嚇的 也有被殺的 他本身的安全 這非常重要 所以第一個 本行要求 22縣市目前在執行的當中 社會安全網 社工人員核定數跟實際人數 這第一個資料 第二個 我們究竟要怎麼樣去協助我們這些社工人員 他的一個安全性 以及他的福利應該要怎麼樣增長 讓大家願意要來做 要不然我們的達成率都是六七成 我們這些社工人員我看的真的要流淚 太辛苦了 所以 我還要第三個提問 因為我們依照各縣市的財政比例 財政比例是由財政部所規定 有五個等級 對不對 你們在補助 我們台中市由原先的 二級等級的財政 降為第三級等級 降為三級等級啊 那我們現在社工人員 我現在才22個 我不搞啊 那要怎麼辦 要怎麼辦 所以次長 點出這個議題 坦白講我們實在是心痛 因為這個數字如果說899啊 我願意相信 還沒有出現的 已經有的 還隱性的 我想比這個一倍以上 在全國裡頭 所以聯合國也做了一個統計 聯合國說 心裡有障礙的佔全球人口的七成 齁齁齁聽到這個實在是很緊張 所以要怎麼樣來協助 請教 台中市政府不足的預算 請你補足好不好 拜託 是不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有關禁用力部分下 平均是八成一 每個縣市不一樣 這數字我們會提供給委員辦公室 對 那第二個有關社工安全議題的部分 其實我們從教材的設定 配備的裝潢 教育訓練 還有必要時可以協助請 請這個警察的協同 這部機制是有建立 那落實不完我們再加強 那第三個人講說 財政的法文裡面 剛剛同仁跟我們講說 二級降為三級其實是負擔變少 不是負擔變加 是地方政府負擔變少 可是你現在給我評比的還是二級 你還沒聽懂我的意思 你現在評比我是三級 對啊三級我是更壞的財政比 不是 多補給你耶 我剛剛問同仁是 我們差額是一千三百萬 請你補足給我們 按就好了 依照財政部給我們 沒關係 你就補足我們的錢 不是 好不好 一千三百萬 這個是合時嗎 拜託嘛 因為我們剛剛同仁說 他減輕了負擔 所以不是增加負擔 請你將我們不足的一千三百多萬 補足給我們依法來辦就好了 因為你們每一年叫人家所訂的 是在年終的時候就要提撥嘛 你們才可以預計嘛 那你提撥之後呢 那年底才給我們做財政部 所以我就拜託一個結論 拜託一個結論 我們台中市政府差別的這個部分一千三百多萬 請你補足給我們 我們好好去做 因為我的人數已經差了十幾個人 十七個人 不夠 拜託 針對社工人員的福利 以及安全性 我也拜託我們次長 我也拜託我們次長 好好的來規劃專案 好不好 拜託 我們謝謝楊委員 剛剛也優待他超過五分鐘 謝謝 特別優待 因為他真的很認真 要幫地方爭取預算 那等一下你們現在立刻 趕快跟他說 好拜託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請高嘉瑜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請舒立雄次長 請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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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又見面了 那關於所謂兒戀事件 我們發現其實通報案件是逐年的上審 從2003年的這個兒少法公布之後 到2004年到2010年 從8400多件 暴漲到2017年將近6萬件 那兒虐事件跟兒少事件呢 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可是我們發現 歸根究底呢 這個社會安全網有沒有發揮到它應有的效果 鄰居跟社會人士其實周遭呢 通報的案件數非常非常的少 在這麼多的案件裡面 將近6萬7萬件的案件 通報的人數竟然只有1700多件 不到3%喔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到底如何來杜絕喔 那我們也發現說 這些的問題呢 社會安全網 是不是以目前的整合狀況來講 還沒有辦法去杜絕這些兒虐悲歌 因為一而再再而三的發聲 把這些責任交給地方政府來做 顯然沒有辦法把這些資源做很好的整合 所以我們一再的呼籲就是 要求要成立一個專責的單位 跨部會的把這些資源能夠整合 甚至能夠成立這個 院籍的兒少保護的辦公室喔 整合社政醫療 警政教育喔 司法喔 等等的相關的系統 才有辦法把這些兒少的福利跟保障喔 能夠做到位喔 能夠做到好 這部分次長到底目前我們的這個 呃規劃如何 有沒有辦法真的把它提升到我們院籍的層次 然後整合各單位的資源來做一個完整的保護 是 非常感謝委員關注這個議題 那目前雖然我們沒有兒少保護辦公室 但是我們有一個家庭暴力房治委員會 家庭暴力房治委員會 家庭暴力房治委員會裡面就有兒少組還有婦女組 那他就是一個誇部會的單位 但是因為顯然那個成績不夠高 所以導致說 在我們剛剛的數據裡面發現的 每年六七萬件我們不斷的看到這些被虐的 這些兒少的這些事件層出不窮的時候 但是相關的資源完全都沒有進來 那所謂的社會安全網完全沒有發揮它的效果 那就算周遭的這些 不管是親友或是鄰居等等 他所通報的建數也是寥寥可數 可見得還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如果說真的能夠把這個安全網建置的完完善 然後提升到院籍的層次的話 我相信能夠有助於現在這些資源 沒有辦法完全整合的問題 才能真的幫助到這些小孩 因為一年六七萬件 這個數字真的非常的高 我們希望說不要再看到這樣子的事件 那接下來我們也發現 這個脫嬰中心虐嬰事件 其實也造成了家長一個很大的傷害 那當然我們現在也有要求要提供公開透明的資訊 可是這些小嬰兒其實他們不會講話 如果我們沒有事後的發現 根本也很難去知道在這過程中 他們受到了什麼的傷害 可是我們發現相關的資訊並沒有公開透明 以這個全國教保資訊網的幼兒園的資料上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查詢到說 這些幼兒園他是不是有通過評鑑 然後核定的人數收費等等資訊是一幕的了然 然後呢在我們相關的這個補習班資訊的管理系統上 也是一樣補習班的相關資料負責人啊等等 人數等等也都非常的清楚喔 可是呢在我們相關的脫嬰中心的報告 你看一下喔下一頁 我們脫嬰中心相關的資料上呢 只能看到脫嬰中心的機構名稱地址 然後是否有準公共化 可是關於這些脫嬰中心家長最關心的 評鑑的報告過去是否有過這些 額虐相關的事件等等的紀錄 完全都看不到 那對於家長來講 他想要挑選脫嬰中心的時候 他其實要自己去找資料 那對家長也非常的不公平 因為脫嬰事件傳出虐兒事件頻傳的時候 更有需要有一個完善的資訊喔 來讓這個家長知道 下一頁喔 所以次長 當你看到這些資料的時候 你怎麼去判斷哪一家脫嬰中心 曾經有過違規的紀錄 你看得出來說哪一家是有違規的紀錄的嗎 看得出來嗎次長 對確實我們違規的那個公告是另一個人 是怎麼合併處理我們應該 下一頁喔 您違規的紀錄沒有跟明測整合 所以我們要另外去查 另外去搜尋 才有機會去掌握 然後呢 就引起爭議了 為什麼不跟明測整合 是不是為了保護業者 所以讓業者覺得說即使脫嬰中心 今天違規額虐等等的事由 反正一般的家長可能不會去查 也查不到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求 這個應該要把我們這些相關脫嬰中心的資料 跟過去違規的紀錄跟 評鑑的這些報告來做一個整合 完善整個資料讓他公開透明 這個可不可以做得到 我想這個很多那個違規資料都在 我們來跟他討論怎麼連結 請把它做一個整合才能夠完善 下一頁喔 所以脫嬰中心常見的問題 就是因為違規就改名啊 改名之後你就搜尋不到他違規的紀錄啦 所以就可以這樣子 一而再再而三的時候 用改名來不斷的這個逃避 這個規範喔 那所以呢 剛剛我所要給部長 次長您看的就是說 在剛剛的脫嬰中心裡面 你完全看不到哪一家是改名的 但是事實上呢 這一家這個脫嬰中心呢 叫廟兒園脫嬰中心呢 他改名叫德保脫嬰中心 曾經傳出八位保母裡面 有五位虐嬰喔 情節到永遠不能擔任保母 都是在我們相關的資料上 完全看不出來 所以用這種改名的方式 然後再加上我們資訊不公開透明 也不夠完整的情況之下 就產生了這樣子的漏洞 所以是不是次長這個部分 能夠趕快去改善 大概多久可以改善 基本上目前我們對個人負責是有公告 但是名稱的部分 確實這個是還有個漏洞在這邊 那怎麼來進一步處理 你們多久可以 因為月英事件頻傳喔 如果讓這個脫嬰中心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規避他的責任喔 對於這些家長們非常不公平 所以相關的改名紀錄 相關的評鑑報告 還有過去違規的紀錄 都希望能夠整合在一起 提供給家長來做檢視 也能夠避免這些遏職的脫嬰中心 一犯再犯 這個才是一個追根究底 這個根本溯源的一個方式 所以次長您可以承諾 多久時間內可以做改善 各位委員報告喔 因為這個部分 我們對於負責人 或是相關的工作人員 如果他有違規的事實 經過裁罰確定的話 是會如果有的話 但並沒有整合在一起 我們希望所有的資訊 能夠整合在一起 因為那個大部分是在 那個是屬於地方啦 那我們會來跟地方討論看看 有什麼方法可以把 裁罰的資料跟那個機構的 看可不可以來做一個整合 比較方便民眾來做一個查閱 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社會安全網 討論的原因就在於 過去都是長期 都是有地方在處理 所以導致中央在這個地方 把責任推給地方 那中央跟地方應該要 一起來做整合 在這個資源上 在各方面的要求上 不是只是地方的責任 所以我們也拜託就是 中央就這個部分 有必要去提高到院籍的層級 才有辦法去整合 關於兒少的保護 還有這些拖嬰中心的問題 希望能夠由中央來帶頭去做 然後要求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謝謝高雲 謝謝蘇次 還有所長 接下來請陳寅委員來做質詢 好 謝謝主席 你好 麻煩請一下警政署副署長 來請劉副署長 來請劉副署長 請劉副署長 你們原住民警員一樣 啊 是你們高階警官口中的 好 那我這個 好 好 那我這個 他呢 有幾個問題要請教副署長好 第一個問題啊 呃副署長我請叫一下 你們的署長 是不是快要被換掉了 呃沒有聽過 你没听过 那你都没在看报纸 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是从这个报纸上面看到的 你如果说没听过 一定是在说谎 那因为我这样问是 觉得如果你们的署长 不是快要被换掉了 不然我觉得你们的副署长 怎么这么难请 因为赵伟 赵伟办公室请你们出席 那你们今天就也是请不动 还要我们打电话给部长 指定派这个副署长来 你们才愿意来 因为有这样子 我才质疑说 是不是因为署长要被换掉了 所以很难叫 好那第二个问题 副署长你有没有机会升署长 我对前面的问题做说明 因为第一个 这个今天来的这个主题 不是我夜管的 那因为听到 你对立法院 听到这个立法院讲了 我马上就来 因为我们另外两位 好 那个副署长 你今天是来当替死鬼的啦 因为这个不是你 因为本来应该来 是另外一位副署长 好我知道了 我知道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但是你可以把我今天的质询 回去好好的跟你们所有 警政署 还有你们警戒的同仁 跟他们分享 因为我今天的质询很重要 好 那我问完你这两个问题 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起因是在于 上个礼拜四行政院院会 宣布通过了这个院版的枪炮弹药 刀谢管制条例 那我在上个礼拜二 就请你们到办公室 那同时 也跟你们提供了这个枪炮弹药 刀谢许可及管理办法 有关原住民猎枪的这个规定 那也要求说 那在新闻稿上面 加注这个要同时启动检讨 那 要开始去汇整各界的意见 要开始启动修正 但是呢 内容导致其次 只不过是 本席的要求 在那个会议最后 大家共同的这个决议 那你们一个组长 就直接 把我的这个建议给否决掉了 那我给你们的建议 署长没有看到 连内政部的 好 长官也都不知道 所以你们否决掉 也完全没有跟我说 才会有今天 要特别请你们到委员会来 好 那但是呢 我觉得 我也不想听你的说明 因为 在 其实 这个 有关于请你们出席的部分 就已经很严重 我不知道你们是藐视 我这个参得要 还是你们藐视招委 还是你们藐视 未还委员会的委员 你们都不会承认 我知道 因为警政署的长官 一向就是如此 不会了 委员不会了 我不想听你们的保证 我就继续讲下去 因为现在开始 推卸责任了 回去查 我如果问说 那到底是谁 把我的这个建议否决掉的 好 那你们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副署长 怎么不知道要来出席 到最后谁要扛 国会联络人要扛 但是我跟你讲 今天 你们国会联络人 王志忠 我没有讲错他名字吧 我知道他 他非常一向非常的认真 然后我们交代的事情 他都完全理解 不像你们那个什么保安组组长 我听到为了 他都听到没了 好 那但是这个是你们 在你们警政署里面 你们警戒一个文化 高阶警官 如果中间出了什么事情 就找一个替死鬼 那我讲这个 跟今天主题 有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是有的 好 等一下我麻烦 你就继续听下去 因为你们这样子转嫁 本来那个人 应该承受的责任跟压力 好 所以那 那这些下面的警员 就很可怜 那这些压力 都在他们身上 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好 我如果真的举一个案例 等一下 我怕那个媒体记者 全部都要跑过来 我还是给你们保留一点 好 所以 我在这边 我觉得是互相尊重啦 这是一个二职文化 好 所以今天 这个国会联络人 就放到我的列管保护名单 如果 他一个这么尽责 如实转告的国会联络人 在这一次 今天这个会议结束之后 后面如果有受到 任何不当的责备或责罚 我跟你讲 我跟你们没完没了 我说到做到 我可以每天盯着你们 你绝对要相信我 好 那 接下来 我觉得你们就在旁边旁听 好 我先要请一下那个 次长还有新口师 师长 来 薛迟还有盛师长 是委员好 次长好 次长好 那因为刚刚 杨琼英委员也 谈了很多 所以我就 不要重复太多 只是说 我要特别提醒 在这一次的这个 中国武汉肺炎呢 现在这个昨天 确诊人数已经达到 235人 那宋宴有 2万6千多例 那 在这个所有的居家隔离 居家检疫 自主健康管理 总共10万多人 好 那我目前中央这个 地方合作的这个 关怀模式 其实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 我们其实都是 比较加强他的这个 身体健康的部分 但是在这个心理压力 的这个关怀方面 甚至怎么样来输压 我觉得这个部分 是需要加强 因为不只是当事人 也不只是医护人员 我们还有在第一线 执勤的 比如说这个酒厕的 这个警戒的基层远警 他们可能就也是会 面临到这个 会被传染的危险 他们也会担心 也会害怕 所以甚至 这个当事人家人 那包括其实我们在 开会 在做开会的每一位 包括我自己 我都觉得 我可以看到病毒了 好 这些都是压力 我是说真的 市长你不要笑 好 真的 那 所以我想请你们 特别加强这个部分 就做这个提醒 好 谢谢 好 那 因为今天 我另外 接下来我要讲一下 因为这个压力 警政署 好 压力 这个 如果 要怎么排解 有运动 还有找人家 谈心 谈一谈 那有着 接收一些辅导 那还有一种 严重一点 就是要吃药了 好 那吃药应该是下下策 那我想来这边 跟你 跟你们讨论一下 这个安眠药的问题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个图三 这是美国FDA 在去年4月30号 发布的声明 他们有六款 常用的处方安眠药 那需要加注最强烈的警语 因为在服用之后的副作用 有可能造成会梦游 或者是开车的时候会嗜睡 甚至自己会开冰箱 一直吃东西都不知道 好我想请教一下司长 根据你们所知道台湾的安眠药 有哪些会造成梦游的情形 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后遗症 现在这上面您列出来这两种 也是台湾目前 在健保署同意使用的药 安眠药 也就是新一代的安眠药 都有类似的现象 其中特别以史蒂诺斯 这个成分 它这里面有这个 叫Ropidem 第三个 它最容易导致类似的这种现象 所以健保署现在有明令规定 每个人不可以开超过一颗 就是一颗以内 比较不容易发生 可是超过一颗就比较容易 那如果我不超过一颗 但是我把这个 史蒂诺斯加上F2 合并在一起使用呢 那如果有两种药 合并使用 就会加强这种发生的可能性 那这样是许可的吗 这个跟委员报告 确实这个问题很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实际上有 有收集国内外 这些资料会提 药案委员会讨论 会把这个该 有症有害的 那个成分的警语 加住警语 还有应该怎么使用 禁忌注意事项 都已经做了一个 书面的一个 资议给这个药案委员会 他们现在正在审核 这个书面的文字当中 所以审完之后 这个应该加上一个 应该有的警语 或该有的 使用禁忌都会说明 警语够吗 它还会有加住禁忌证 哪些人不适合用 我们目前台湾有这个 加住禁忌证的这样的规范吗 是不是我请我们 食药署同仁跟委员 再做详细进一步说明 跟委员报告 其实食药署在 我们在民国96年的时候 我们整个卫部部这边 就已经对于 这些正经安眉药的产品 有做公告 就是说 它这个东西 又可能会产生一些 梦游啊 其他的那个部分 所以已经有要求 那个业者要去在 访单上面 要加住禁忌 那现在呢 我们是要求它更严重的 就是有禁忌的部分 如果说它以前使用过 已经发现有不良的状况 禁止它使用 这是禁忌 那如果医生没有在禁止它使用呢 责任归属 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这个东西它是因为 或者你们应该要再加强 宣导 因为到现在还看得到 这样子的开法 是是是 委员关心 一定是很关心 而且我要特别提醒 有些行业是不宜的 是 这些都在 景与经济上面 而且我们从96年开始 几乎每一年两年三年 我们就一直在做宣导 因为如果刚刚我 举例这样子的这个 这个药单是开给 开给比如说飞行员 这很严重吧 这一定不能了 因为我们也在药袋上面 有做警语 就是提醒使用者 一定是不能 你应该是提醒 那个开药的人 这一定有的 这开药 你一定有 但是我现在 现在我就看到这样的案例 所以你说一定有 我觉得你们这个部分 需要再加强 好 我们会加强宣导 好那 警政署回到你们 我做一个总结 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从社会事件检讨 社会安全 精神卫生 附件资源的 附件专题报告 那整个牵扯回来 好这样子一套讲下来 一样 不要给不当的压力 好 加注在负责 禁止的人身上 不会啦 请委员放弃 所以我睁大眼睛就看着 谢谢委员 好谢谢你 好谢谢 那各位请回 谢谢 谢谢这位委员 好主席 来讨论一下这个居家检疫的部分 好不好 就是我们知道说 从上个礼拜开始 大量的国外 境外一路的这个 相关的这些 国外回来的 不管是留学生 还是台商 那现在目前 我们是倒数关键28天 这28天的疫情 我们如果防疫上 可以撑得住的话 原则上 应该后面会比较顺利 但是这中间碰到很多问题 我想那个次长这边也知道 那我们下个PPT 那我们在3月21号的时候 已经宣布全球列为第三级的旅游警示 全部回台的人 现在回台的这个海外归国的 都需要居家检疫 那居家检疫的人数 现在已经大幅增加 那我们的这个指挥官 在记者会也预估 最高居家检疫人数 恐怕同时会达到将近6万人次 那目前的数字是在前天 目前居家检疫累计已经8万人 那有一些已经都 达到检疫的标准了 所以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居家检疫 还有4万人 居家隔离有1400多人 人数排行 台北市就占了四分之一 将近1万人 新北市四分之一 紧接的是桃园高雄台中 那我们就开始看到 在这个双北地区 其实基本上它人口密度高 所以它这个居家检疫的人数特别多 那这个这中间就碰到一些乱象 像这个前几天这个陈测 这个失中失联 我们这个台北市的这个黄山副市长 觉得很纳闷 在当时回国的时候怎么会通过 那机场不是要现场测试手机吗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要定位清楚 才能让它放心 那甚至有填假资料的 地址虽然有人住 但是找不到 那室内的警针系统 也没有办法找到 那这个其实基本上它不是个案 双北的数量现在目前最多 台北市有72件 新北市有55件 那台湾每个县市平均有30件 违反居家检疫规定的案例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呢 这个卫福部和指揮中心 有没有跟内政部 或者是移民署这边来 去做一个相关性的协调 因为这个其实会碰到蛮多 这样子的 居家检疫的这个 nose掉的问题 其实对民众跟防疫的破口 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下一页 那我们现在就回归讲到 因为现在的量能 基本上都是在双北 那所以现在目前这个防疫旅馆 的需求就非常的大 那当然还有现在时效最夯的 这个电子 应该叫智慧手环 那这个部分其实在2月15号 我们台北市长 柯文哲市长就有提出 这个电子手环 然后当时他讲电子手铐 不会被轟得慢转 但是后来改用科技电子手环 那时候就接受了 那当然这中间有一些 这个跟这个指揮官这边的过程 但是我们现在3月24号 经济部跟产业已经研发智慧手环 并且已经在屏东跟云林使用 听说未来也会在全国一次的去试用 这件事情是不是请这个次长 跟我们回应一下 是有这件事吗 我我跟你先说 你看说有关到计划路 是不会内政部怎么去合作 不过现在大家也知道 我们指挥中心的副指挥官 就是我们内政部的政务次长 我请同学现在就马上了解 看回忆 那我们要讲的是说防疫不要政治化 该怎么做怎么做 有的时候还是要超前部署 因为我想整个疫情也是超乎当时的一个评估 我们来下一页 那接着我们就来回到这个防御旅馆的部分 防御旅馆的部分 其实当时台北市这边是先做 那我在这个特别预算的总咨询的时候 我也现场请问的书院长 还有我们的这个这个陈时中部长 那当时卫福部并没有正面回忆 是否要建立一个防御旅馆中央的SOP 那现在都是地方自己去做 那但是在3月9号的时候交通部有云诺 当时在媒体上有报道 云诺一周内要建立SOP 那我上个礼拜 质询贵部的何次长的时候 他也说 因为这个部分到底是交通部定 还是说是卫福部定 其实照理讲 现在应该是由指挥中心的明定 所以到底你们有没有 中间有做横向联系 这点是我们上个礼拜在咨询的重点 那当时何次长是答应我说 卫福部在一周内会建立重要SOP 让各地去遵循 因为各地方政府 他们要建立这个防御旅馆 还是要一个统一的标准 不然每个地方 那标准不一样的话 可能会造成防疫的破口 尤其现在国外一路的量能那么大 其实我们不见得第一线的这些 来能够吃得下 那我现在刚好一周了 那我们卫福部这边 相关SOP是否建立的 是不是请这个次长跟我们回应一下 我跟委员真的很抱歉 因为这个进度我也没有掌握 因为防疫中心的会议 因为防疫中心的会议 我没有参加 你们何启公次长跟我说 这个牌要出来 所以我马上问一下 因为确实是 因为这个很重要的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所有的回来 他们不见得都可以回家 因为他也怕会感染给他的家人 这留学生也怕感染给家人 台商也怕感染给家人 因为他们不见得每个住家 他都有办法 有独立的位于 所以他们防疫旅馆的需求 现在非常的大 那台北市已经超前部署了 但是现在人口都集中在双北 所以这个防疫 这个旅馆的中央统一的SOP 我们希望一定要赶快 因为上个礼拜跟我答应说 这个礼拜会订出来 但是目前我 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今天差不多那个时间点 我再确认一下 是不是已经具体文字化了 那明天 明天是不是能给本行一个回复 好 我现在进口了 现在就马上问 但是这个真的要赶快订出来 这个这不是开玩笑的 另外最后我做一个建议 在我们能力不足的时候 防疫的程度没有办法维持 要节省成本跟能力的话 其实科技化的方法 要多加去善用 像包括现在的智慧手环 还有其实我们健保 现在有快议通 是否能够跟 机关署的结合资料 让APP显示 就是说如果他可以出示 这个APP显示 他在路径的时候 就先统计 他到底是需要居家检疫 还是不需要 还是他现在是不是标准的 让他们在一些观光场合入场的时候 可以去显示 这个部分是不是在技术上可以支援到 譬如说像现在网卡啦 KTV都需要出示身份证 其实现在都可能会变成防疫的破口 所以在这个智慧防疫 跟居家检疫的 在社区型的检验来讲的话 是不是可以跟警政署 内政部警政署 还有机管局 还有我们的移民署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三方面的联系 然后把这个系统 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这个超前防疫的一个工作报告 提供本席办公室 好我想 下个礼拜三 目前我知道每个 像我们安养机构的部分 工作人一定会跟健保局的 那个资讯去嫁接 安养机构那没效 工作人员 有工作人员还有老人都需要去嫁接 外面他有去看 现在都是年轻的跑跑 对 那我的意思跟委员说 是说 这些的嫁接跟健康是逐步在建立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超前部署 你应该以高风险群 高危险群 年轻人这一块的部分 应该要先做 因为他们比较没有 这个危机意识 可能不会像我们年长的这么高 我老实说真的是这样 怎么利用科技的 对 所以这个东西 不是你从那边做 你应该是把这些 这个高风险的 或者是他们 比较容易这个状况的族群 先考虑 然后怎么样去管制 不然这个 接下来倒数28天 我们能不能一起撑过去 真的是要靠跪步 这跨部会有协调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谢谢苏翅 接下来请吴毅琴委员来做寻打 谢谢 主席我请让苏翅休息一下 简 简署长 留请简署长 谢谢主席 简署长 辛苦了 我想最近 都非常的忙碌 但是我上个礼拜 18号就有咨询过 有关 住宿机构 有关空间跟人力的 一个防疫因应 那时候 你们就 拟出好几版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武汉肺炎的一个 应变作战计划 那这个计划其实 看起来 我3月18号咨询完之后 3月22号 这个机构就出现 这个有护理人员确诊 那还好看起来 这次的事件里面 当时我记得你当时讲是说 这个作战计划是由机构 自己要安排好人力 来做这个应变的措施 包括还有好几类人要进来 可是这次好像桃园的这个案子 是由我们中央进入来协助 包括裁检 到两大医院去裁检 然后这个座民也直接安置到新的 还没有开办的 检疫场所 检疫的场所是由新的机构 还没有营运的机构来承接 这个就是我要问的是说 那每一个县市有这样的条件吗 跟委员报告 因为当时是第一例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就快速的 快速的处理 但是接下来就不知道 会不会有在第二例第三例呢 但我们会努力 各县市已经在盘点相关的空床位 这个就是我要很关注的 人力在哪里 安置所谓的隔离的检疫的空间在哪里 不是你说地方政府 一句话就解决了 我上次的感觉是说 你好像说 我们现在在盘点 而且要逐家的去做处理 所以要落实 因为我觉得这部分不是开玩笑的 因为桃园这一案是算幸运 我们立刻可以处理 可是接下来就不是这样的情况 另外也跟委员报告 就是现在我们也 就刚刚次长有提的 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机构的工作人员跟住民 如果说他有症状去医院看病 现在我知道你们有个计划 在做最保卡的嫁接 这个我知道 也把最往前推防疫的工作 这个我能理解 但我比较关注的很多机构在担心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外部的人力来支援 那这些钱是由政府来补助 跟有没有给加急 因为我知道医护人员都有加急 我们就有 有照服务员的部分是有加急 这些钱是要机构负担 还是由这个防疫的机构 这个应该是 你上次在回答说还在研疫中 还在研疫中吗 哎呀快 这个速度可能要再加快 这几天大概会再做一个确定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 这些津贴啦或是防疫上面 大家的这个努力的参与的这些伙伴们 大家应该给一些被看到 也能够给予奖励啦 好那因为看起来这一次 就是担心人力的不足啦 还有这个补助的 如果没有一个诱因 我也觉得担心很多人 会不会投入这个领域 我也有点担心啦 所以我们想 这个部分还是请你们 还是忧愿一下好不好 那我有几个机构要确认 住宿机构要确认的事情 就是说因为机构的讲助 奖励讲补助的案子 因为疫情在这一次评件 就是停办之后 是不是明年可以比照 上一次的这个 继续沿用这个原来的评件的等级 来给予补助呢 用100上一次的评件 就上一次的 可以喔 因为机构都没有得到任何的信息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厘清 那另外有关今年度的机构 有关公共安全设施设备 可以像电线啊还有洒水的改善 这就是原来是这个 安全的一个白皮书上面 对那有一部分就是已经提出申请的 他们说地方政府说中央还没拨款 所以他们反而动不了 因为他们今年申请了 那有些还没有提出申请的 他们大家在讲说 他们现在忙着这个防疫的工作 所以可能是不是可以 一年后再来申请 因为这都涉及到你们预算的编列啦 这个可以吗 因为他是有几年的计划 每年都有每年的计划 如果他今年还没申请就 就往下一年 那已经申请的 已经核准的 他地方说 你们中央还没拨款 我可能我们 还稍微去查一下好不好 了解一下 有哪几个案 团体 可能陆陆续续 我自己都盖很多案了 所以你已经核过了 好 那有关这个目前机构评鉴 虽然说延到明年 但如果明年在平坚的时候 有些项目是今年因为配合疫情没有办 比如说可能药师服务 还有这个营养师的评估 或是可能很多的活动 都没办法办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不扣分 因为可能是配合疫情 很多群聚性的像家属的服务 或三节活动 他们通通不敢办 我们再来检讨一下 好不好 我们也检讨一下 因为他们是配合疫情 而不是不办 好 那有关这个 另外一个社区市的 可能真的要提醒你们来注意的 虚据点跟宋餐 还有社区官邮据点都 几乎都停摆了 各县市大概几乎都停摆了 那可是这些老人 没有出来没有活动怎么办 那这些原来的单位 你们都没有想到老人家在家里 我先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去调查 好像只有七个 五个县市 五个县市是全部停 不是全部 不是 可是我要提醒的是说 这些停办的这些社区 那老人怎么办 所以还是希望 跟各县市再协调一下 像这样的原来的承办单位 他们有没有可能去了解一下 像加强电话问安 还有就是有 公餐需求的 那还是提供送餐 这部分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要提醒 原机构 原负责的单位 应该要扮演这样的角色 那另外就是 未来社区疫情 如果越来越严重的话 居家服务跟日照服务 有没有要停办 停办了要怎么办 因为这冲击很大 对 这个冲击比较大一点 那不过这个 我们 我知道长照师这边 正在讨论当中 好 我提醒一下 因为这段时间 我知道大家都盲防疫 那是不是也请 各个单位自己也要去了解 如果日照单位 或是居家服务单位 那他们的这些 如果真的停摆了 停摆了 那所有的住民 或是这些老人 或是身心障碍朋友 他有没有人可以顾 他有没有替代的照顾者 还是说是单身 还有这个双老 那这个部分 可能后续的 主要出来了 我们有在 有在盘点吗 地方盘说有 去了解尤其是身心障碍者 那这边我们丈夫组 有下请地方 所以不只身心障碍者 因为你现在 就要全面的 思考这个问题了 因为如果当 你的居家服务 跟日照都停摆的时候 那到底哪些人 是你要及时进入 进入去帮忙的 有些可能有家属 就可以替代了 可是有些没有家属 所以这部分我想 你们应该盘点一下 好不好 还有对身心障碍 手册借满的 已经要借满的朋友 他现在也没办法去办展演 这个我们已经在 签办 在跟法规讨论 因为这个有一些 涉及到 生权法的问题 是 这个就是现在 疫情的关系 所以打得很快乐 所以我们在跟法规讨论 看看用怎样的一个方式处理 是最能够 我刚刚讲那么多 其实都是团体 传来的焦虑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事情 该办的 都没办法办 包括我今天的临时提案 也都在处理这些事情 大家都很多的焦虑 所以我希望这部分 请部里面 整个来全面的 解釋一下 而且 朝鲜部署就是 先把这些事情 先调查清楚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好 谢谢委员 谢谢署长 接下来请叶毅然委员来做咨询 主席好 我想请苏立琼苏次长 来 请次长 委员好 次长好 这段时间 我们卫福部的同仁非常辛苦 不过不是这段时间 而是过去这几年 因为台湾的社会 的确是有很多的问题 那今天你们的报告里面也提到了 那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往上一页 下一页 OK好 我看到这个社会安全网 其实本席过去这几年 也参与了几个县市的社安网的的外都的工作 那 我们看到你们当然 费了很多心 但是 说实在的 中间还是有漏掉不少东西 比如说 现在行政院有一个新世代 反毒策略行动 纲领 我们看下一页了 那 其实我们在社安网里面 就经常就发现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跟毒品使用是有密切的关联的 那因此 我对于我们的整个心理卫生服务的 没有纳入毒品相对 也就是说 也未必是没有纳入 而是我觉得是工需上面有严重的失调 就有缺口 那所以我有一些关心 因为日前我们看到监察院 下一页谢谢 下一页 我就提到 因为我们在监察院 他们最近有一个调查 也提到说 我们因为借饮治疗人数的暴增 医疗院所量能不足 也欠缺对毒瘾家庭儿少的保护 那我想请教次长 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提供借饮治疗的医疗院所 数量有多少 精神医师有多少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 我们对于毒瘾 这个有需要借饮治疗的毒品人口 有多少 有没有掌握呢 我先跟委员报告 生亡并不是漏掉这个毒品 这个对口 因为是他有个新世代的毒品防治策略 他是很完整的计划 所以在那里面做服务 那实际上是在很多既定计划之外 不够了我们再加强它 所以应该没有漏掉 那至于有关的这个 相关的资源部分的部件 不是我请我们市长来跟委员说明 谢谢委员关心这个议题 其实新世代反毒计划里面 等于算是国内第一次用比较大的经费 来部件毒瘾介制的资源 所以在这个之前 其实过去台湾这方面的资源很薄弱 那也几乎没有太多的专业人员 所以我们这个在新世代反毒计划里面 我们除了部件资源以外 另外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要去做教育训练 训练专业人员 让他们有这个能力去从事这样的一个借引治疗 那目前其实全台湾 我这边的手楼上这边如果有参与这个毒瘾介制工作大概有167家医院 但是这里面说实在真的技术够好的可能大概10家左右 那我们目前是希望我们透过一个目前一个捕捉案就是成立这个转介中心 等于是从北到南 从大概6到8个这个医疗转服务的转介中心 那我们看到其实社安网跟新世代反毒策略的这边的这个人力上面 因为薪资条件不同风险加急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基层这个社工人员流动力高达7成 那我不知道这个卫福部队这个有没有掌握 因为我们看到了其实其他的国家在实施这样这么重要的社安网 他们人力是正规编制 他的处理机制也是系统化跟标准化的 我们这种约聘的人力其实是很不稳定的 不晓得您同不同意这样的见解 基本上我真的很感谢委员关注这个问题 确实是才能够用稳定的人力会比较好一点 那因为现在受限用人的额度的部分 确实会比较用一年一聘的方式 但是因为这个是长期计划固然是一年一聘 其实他也是相当于是长久在平用的部分 但是我还是希望说我们在这部分也能够有改进 不要变成只是一个约品 让他没有安定给我们下一页 那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 就是在两个星期前发生的这新店随机杀人犯 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 他对外这么宣称 我不晓得有没有了解他是不是有列管的 谢谢委员关心 其实第一个他不是我们列管的精神障碍者 第二个其实他也不是精神病 他可能有一些压力焦虑这些事 可能曾经因为这样去就医过 但是并没有一个 并没有列管 但其实他是在污名化我们的精障者各方面 所以其实我自己对我们在社安网里面 就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其实在强制住院治疗这部分 或强制真的有病的他不肯服药的 这些我觉得我们都觉得很无力 所以我其实最后 不好意思主席 我在浪费各位再增加一点时间 最后其实我想要帮我们精神医师们讲一些话 因为我们整个健保给付的规定 跟经理的方式 对于我们精神卫生来提供 就是我们要给他个别化或差异化的治疗 是一种障碍 所以我们的精神卫生的资源配置不均 然后花冬 我们的后山更加的缺乏 然后也没有其他的社区服务的类型 所以我因为我的时间已经到了 所以我要请卫福部针对 我们在执行社会安全网计划的社工 以及精神卫生资源的配置 跟分布的改善计划 麻烦你们一个月之后提给本席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一位委员 谢谢市长 接下来请洪生汉委员来做直选 请苏市长 来 又请苏市 委员好 市长好 就是但我觉得还是要先谢谢卫福部针这段时间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努力地工作 尤其是在这个防疫的问题上面 我就让很多台湾的朋友 其实相比于其他国家都非常 相对是安心很多 谢谢委员 然后我今天其实是想针对几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是出场来 那第一个事情是当然 我们其实从这一次防疫的经验里面 已经可以很明确地看到说 目前如果是慢性病的患者 那慢性病的患者 他如果得到这个感染肺炎的状况以后 他其实重症或者是死亡的几率 其实是比没有慢性病的患者来得高很多的嘛 那这事情大家其实也开始成为社会普遍的共识 那对 可是下面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其实也在另外一个资料上面看到 其实 台湾其实 如果以65岁当作是一个老人的年纪的话 我们80%以上的老人 其实至少罹患一项以上的慢性病 那多项的当然更多 所以我这边想要说的意思是说 所谓的慢性病患者 大概跟所谓年纪大 65岁以上 是高度的重叠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其实是想要把一个问题给抛出来 是关于我们的长照体系的这个问题 那我知道刚刚其实前面有些委员在讨论的问题是说 如果当社区感染的时候 我们的长照的点灵 要以社区为基础的这样子的服务 那是否要停办或后续的因应的措施 可是我更想要询问的事情是说 想请问这个次长 就是说 以我们目前的状况 其实需要长照服务的人口 跟有慢性病的人口 其实是高度的重叠的 就目前为止 如果从长照体系的角度 从长照服务对象的角度来说 哪些服务的对象 有慢性病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卫福部是否 或者从长照的角度来说 是否掌握的已经非常清楚了 呃 委员的意思是说 我们长照里面对那个 你有慢性病的老人 是不是有掌握数字是不是 对就是说 这个长照的服务的对象里面 那哪些有慢性病的这个 这个掌握的状况如何 一般啊 就是说长照 它是以私人需要照顾为优先嘛 照顾之后 它先满足它的私人需要的一个照顾服务 至于会不会去跟 慢性病做勾计这块 确实我要再确认一下 同样有没有去做这个勾计啦 是 但是他用药的习惯 他会纳入在 照顾原来是会关怀的 他是会关怀 他有没有在使用慢性病疾病的 药物是会关心的 是但我这边其实想要 我其实想要提一个事情 或者是一个建议啦 是 因为今天如果 慢性病的这个患者 他其实是我们得到 如果得到这个 不管新冠肺炎或武汉肺炎 得到以后 他最容易重症 甚至死亡率比较高的话 我们怎么对于这些慢性病的患者 提供更强化的保护 甚至在卫教方面 甚至在提醒他防护方面 可以做得更多 那如果他同时也是长照的 长照服务的这个需求者的时候 那从长照体系 有没有可能在提供他类似像这样子的资讯 能够对他来讲一个更强化的保护 让他更不会 这个远离这个感染 感染肺 感染这个武汉病毒 这样的状况 我不知道目前 现在会服务有没有这样的规划 是 跟文巴 其实所有外交都在 都有在做 那现在我们第一个 就是 其实我们要求工作人 自己本身是防护好 自己不能传给他的服务的对象 这是前提嘛 那至于这个被防护的对象里面 现在我们会严格要求的标准 就是说 假如他有 呼吸道的问题 先不论他是不是 武汉肺炎 就是先会进入医疗系统去做治疗跟转介 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敏感度 最近几个案例 已经让大家更有警觉 所以刚刚我们同时也报告到说 不管我们照顾的对象 或者工作人员 跟老人从事有关工作 也就是说 以后他去 就医的资料 会随时提出警信 他只要去看 跟呼吸道有关的 会跳出警信出来 给我们提醒 我们要去注意后面的防护 OK 因为有很多朋友 其实在谈 现在在讨论几个 我觉得是比较更进一步的概念 这进一步的概念是说 我们因为当然 现在大家讨论到 关于社区的传播 或社区感染这个事情 那怎么让社区成为一个 健康照顾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OK 那我们知道长照2.0 当然是以社区 这个社区的范畴为一个基础的 所以如果这些 不管是这个长照相关的机构 或者是这个社区的 照顾的这个据点 有没有可能也成为一起强健 我们在社区作为一个安全 或者是这个避免感染 不管是卫教也好 不管是相关措施也好 一个更强韧的一个体系 那有没有可能长照 但我知道进来的意思是说 你当然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 要先做好防护 不要感染给其他的人 可是这个长照的据点 也成为这一整套 社区防护体系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跟枢纽 这个部分 卫福部现在有规划吗 委员这个意见真的 我觉得非常好 一定从设计介入 才能够普遍性的 做这样一个防范的工作 那刚刚我们为什么 在提的是说 现在很多路线照顾 或设计关系点 目前大部分 为什么还是没有停办 因为一方面有照顾需求 一方面其实我们就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照顾体系 反而能够把一些相关资讯 做一些宣传 做一些防范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加强 每一个人习惯做防疫工作 推广这个洗手 勤洗手这样的规划 这个都在各市区里面 有普遍的去做相关的宣传 所以目前其实已经有一个 相关这样的计划了吗 我说在长照体系里面的 防疫计划 一个专案类似像这样的 一个专案计划 特别属于长照系统里面 去推广的部分 倒是不是那么明确的计划 只是我们有感染 我们是有感染的管控的 注意的指引跟应变措施 所以教育的部分就是 他们是卫教的资讯 都有下达到各据点 让他们去加强 跟服务对象做说明 是 我这边其实当然想 我这边想提出一个提议 我也希望请舒适可带回去讨论 因为我知道 当然现在整体防疫的工作里面 主要是CDC 主要是机关署 这边在做一个综合性的 这个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中枢吗 可是我们怎么样提供更多 原本在社区里面的资源 这社区里面的资源 包括长照的机构 包括社区关怀的据点 甚至包括里办公 村里办公室 包括可能地方的这些卫生所 之类的 这些都是社区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据点 有没有可能 我自己希望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在这些社区里面 重要的场域 可以有一个更完整的计划 或一个更完整的 去做社区的防护的工作 因为我们现在很担 最担心的事情 其实当然 现在我们大概知道 现在最多是境外 可是如果哪一天 真的爆发了社区感染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相关在社区里面 重要的空间的据点 一定会是我们可以利用到 非常非常好的资源 这资源应该不只是 让这些据点的工作人员 至少他不要感染 这是第一步 对不对 可是这些据点 怎么让他发挥 更积极的功能 比方说他可以提前 也许做 这个 你刚才说防疫知识的提供 或者是 甚至是如果发生了 真的发生了感染以后 这要怎么动起来 甚至去做情境的模拟 情境的预防 情境的演练 像这些相关的一整套配套 我希望能够把这更多社区 我们一起把它 综合性的规划进来 我比较希望是说 有没有可能请苏次 把这样的概念 我们把它带回到 卫福部里面去 其实委员的意见 跟我们指挥中心的 印度方式是蛮一致的 现在我们那个工作指引里面 就是说 前后怎么部件 资源怎么还有个 checklist让他去勾 现在要做演练了 什么时候要做演练 住宿机构会先做演练 大概什么时候 大概什么时候 我们跟委员报告 像我们从三月初 三月初有做了这些的指引 跟一天作战计划 那我们现在大概三月 28号我们儿少安置机构 会先做一个演练 然后三月三十 伸脏老人 长照机构等等 都陆陆续续在 那我们现在是先折了 桃园跟彰化 他们这两个地方政府 来做一个演练跟线上 可能拍摄 那国舰署也拍了很多的影片 就是相关这个卫教的影片 或者是相关演练应该要注意的事项 是 因为我必须说 我这边其实听到得到的资讯 是有很多在社区里面 我们这些觉得重要的节点 其实目前 其实所收到的这个整体的资讯 并不是那么充分 当然大家比较多 还是从电视上面看到这些广告 可是并没有非常非常充分的 可能是完整的收集到 假如发生A情境 他应该怎么样 B情境该怎样 C情境该怎样 这些相关不管机构 或者社区里面节点 我自己是希望说 接下来看能不能加速 或我们把它规划得更完整 我知道这个工作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跨局处 等等一些相关的整合 甚至会跟 也许会村里办公室 甚至跟卫生所这部分的一些整合 我们希望可以规划 我自己是觉得说 让这个社区的节点更强润 我觉得它一定会对我们接下来 可能社区感染 社区传播 不管是预防 或者是发生以后的因应 我觉得这是 大概是最重要的 最后一层保留的保护 会在这个地方 谢谢委员 我们会加强现有的机制的检视 不足再去加强 那我相信 演练之后会扩大它的传播效应 希望大家能够 掌握所有相关的 应该有的因应措施 好麻烦 谢谢 我们下一位请谢一凤委员 谢一凤委员 谢一凤委员不在 我们请李贵明委员 李贵明委员 李贵明委员不在 我们请郑天才委员 郑天才委员不在 我们请洪孟凯委员 洪孟凯委员不在 我们请邱志伟委员 邱志伟委员不在 我们请钟嘉宾委员 钟嘉宾 钟嘉宾 钟嘉宾委员不在 我们请吴炳瑞委员 吳秉瑞,吳秉瑞委員不在,我們請劉建國委員 我知道你在,他去洗手間而已 好,謝謝主席 請促進好嗎? 來,蘇次長 對,跟那個署長 司長 司長 委員好 署長,今天辛苦 北議員會,現在還剩這個議員會,還在開 因為事情 事情嚴重啦 是,是,謝謝主席 是不是署長,你先簡單給大家說明一下 是怎樣的原因 會去做 真心的欺負 我們重點啦,簡單就好了 抱歉,我台語,台語沒想念 其實如果教養的方法啦等等,也會有影響 省庁的環境 對對對,這三個原因是主事 所以後面都是環境啦 頭前節是先天的啦 對 應該這樣說嘛 謝謝 所以你簡單來看說 這次的武漢會增加嚴重 有哪裡可能國安國略 會因為 這麼大的衝擊 有人生意失敗 有人導電 歸門 破産 還負責 這個環境會造成 比較多的人去跌到 真實的跌跌嗎 有可能嗎 跟 委員報告 其實當環境的壓力增大的時候 精神疾病的發生就有可能增加 是嘛 那特別是失業 這個影響都特別大 是 因為失業會影響到很全面性的家庭功能 等等 都會影響到 對囉 是 對囉 尤其你一個大企業 還有影響就有更多家庭 不是這樣 所以 所以 我是覺得說 今天我們在檢討 很多人是因為一個國安 還是另外一個案 如果你檢討 這個精神疾病 所遇到的社會的現狀 我們要把這個安全網 再來 照顧好嘛 但是我是 特別要提前這件事 今天這個 拜這個案 不僅是跟這件事 在我的心情裡面會覺得說 我們未來遇到 很多 進行疾病 總控的比例 你提醒 這樣來說 我們的政府 有法報 跟這個 深考書到底要怎麼去做 這個 這個 敲一個 的佈地 啦 敲一個 敲一個 以後 我特別在這裡提醒這件事 我相信是這樣 因為我今天看你們 在美國裏面 我感覺 有但沒那麼恐慌 因為都沒去說到外面的事 跟他說到現在的事 所以 你們自己再說一件 說 台灣社會經歷 快速變成 社會平台 跟個人生活 三星 極速變化 到底 這是你們說的 對 但你們說完這就是 你就要準備 武漢疫情所帶來創建 就是應用在這個地方 應該是這樣說的 好 但是 但是你要看我們 我們在 人類的社會裡面 要說 去 免疫情 進行的結局 人類的操縣 人類的平衡 什麼樣的人 都不可能 一定會 在社會裡面 在社會裡面 多少都能去遇到 是 是 剛才那後 在社會裡面 人類的資金 會 保障 吼 吼 出來就是 一定要靠政府 政府 你如果沒有做的頭情 沒有 率先的 以後 沒有率先的 概念 沒有率先 沒有 什麼的 支持 我想 我想 社會這種事的贊助 因為我們不會當季 吼 但是我要說 我們就已經知道這個事 但是這次都是你檢討這些事 但是 但是 今天我看你們的部位 我是會覺得說 呃 真 真 感覺 沒有 挑戰 報徒 聽我講 你看看 正在 積極修 精神衛生法 增加 多少的 施工能力 但是 我們社會上的問題是 精神衛生法 改期 吼 都是 你說 用這個 斷 人權 沒有人權 在那裡 插去插去 吼 應該 如果我看 你應該 增加 多少精神衛生 都會成員社區的支持 學部 應該是這樣 好 啊你來看 跟支持這兩位 都沒有審議 都一直沒有審議 吼 一直到 啊再來 另外一個是說 多少社區 社工的連難 關懷的 風適的連難 就是 你增加 就是每次去風適 或是改進社區的這些連難 都是 大槍 騙馬 都直接去而已 這其實雙也有一些問題 三星嘛 好 所以我現在是要說 是不是 可以再去做一些疏忽 包括另外一個部分就說 你們可以較多元的專業合作 跟家修或是朋友 這個同償加入支持 這個服務的行列需求 我覺得這應該 社長跟社長 這都是你們來行的東西 這不是我特別去拿 但是我是要說 你看 你真正衛生法的修法裡面 來 這都在那裡 給你們看一下 你看看 這一百 建築的時間是一百零七年九月十八 近身一百零八年五月十三 這有什麼本法 本法 我現在 前衛營營營社會事件 經檢視嚴重別人定義 經濟這個門檻 你們跟你們有收個條文就是六十條 我們條文是四十 行政第四條 三條一條就對了 你這個當下 你們這把錢放在那裡 你把錢放在那裡 但是後面也有什麼作為呢 這樣啊 設計資源就是啊 根本委員報告 我們在第三條這邊 有個強化建制精神病人社區服務資源 其實就是意思 這裡面包括各種各樣的服務資源 裡面就 對的 統裁團體啊 支持團體 都是其中的一種 好啊我給你請教嘛 你這裡特別 特別是你們 立委報告第十一到十幾年 就是你講的 是 這個 強化社區 真心白人 對中保護 切剪作為 我想這點給你請教是 是 想要保護 是怎麼要切剪 這兩個 你的保護作為跟切剪作為是什麼 這你有沒有報告下來 是 謝謝 跟委員報告 其實 精神病人 我們就把他當作弱勢的族群 所謂保護就是說 因為他精神病人不會主動去取得資源 其實我們政府有很多的照顧資源 可是精神病人不會主動去 所以我們建制的這些個管 或者是社區關懷員 或者是這個 薪味社工等等 這些都是為了能夠協助這些 精神病人取得的適當的資源 這就是一種保護作為 那策進作為呢 策進作為就是把它加強 做比較好 現在人不夠 多給人 所以你也信言說 以前做得不太好 所以現在這個作為比較好 不然你可以跟我們說 不管你的保護作為跟切剪作為 十年前二十年前到現在的差別在哪裡 簡單就好了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的資源已經增加非常多了 就舉例子 我們十年前 我們社區關懷員只有九十九個 可是我們這兩三年光 這個 薪味社工增加進來就快三百個 這個就增加很多了 多久裡面 增加到三百的 對對對 多久裡面 多久的時間 三年來啦 三年來 是 所以你認定這樣做得很進步對不對 對對對 進步很多 跟委員報告 沒有啊你以前 九十九個 給我多少對上 到現在三百 給我多少對上 還是 還是你說對上跟處層嘛對不對 是是是 十四萬人 我們一共是十四萬人 這是三百萬人 給我十四萬人嘛 十四萬 但是你以前九十九 的人是給我多少對上的處層 也是十四萬人 也是十四萬人 所以都 都不加也不減 這三年 沒有沒有 這三年就增加 要三百的 不是我說 林立就是增加三百的 但是你給我 14萬人 都不加也不減 差不多 十三萬到十四萬人 這樣 中間變化 有時候有時候比較多 噢 平均一個十四萬左右 對我這樣 但是我 我感到 我感到 也是 還有很多問題 是是是 還要 還要 讓我們去做一個檢討 我最好因為時間在關的 吼 因為 因為 院部報告第一點 在那裡要 燃燒 這個 精神衛生法嘛 吼 我是沒有辦法處理 為什麼 燈一個版本不散掉 是 卡住對這個 環節 這個環節 吼 再來 你們的支持 到底是 要支持到什麼程度 記得你把支持兩支 放在那裡嗎 啊 你的支持到什麼程度 甚至我們還要做多水平呢 跟委員報告 其實裡面最重要 所謂支持 其實第一個是 這個精神衛生法 修法範圍很廣啊 那如果 只回到精神病人本身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所謂是 支持就是第一個 我們加強社區的服務 因為以前我們都著重在醫療系統 沒有比較缺乏社區裡面的支持服務 那我們在精神衛生法裡 就把民定這個社區服務 是一個重點的方向 那第二個 我們希望能夠 精神病人如果要保護他的人權 如果要強制的話 希望能夠透過司法院 或者透過法官的這個裁決 才能夠強制 這樣的話 可能對病人的這個權 人權可以有更多的保障 沒有 我現在也沒什麼做法 你只不是改變一個方法而已 不是做法 欸 這個光這個就是 所以這幾次的定義 你們可能給他 看得很深愛 不然那個 沒有 你的方法很大 我沒聽到你們說 是 比較理所當然的這個好方法 應該是這樣說對不對 其實這個社區的資源 並不是一下子能夠長出來的 我舉例子 我們本來就是 前年開始 我們得到兩千萬 作為社區支持 精神病人的社區支持方案 兩千萬 我們拿來做的時候 就發現 沒有NGO組織來申請 或者來申請的 數目很少 你要給NGO的團體 可能 可能有時候就不補助人事會嘛 不然就是可以 可以給人家臨時工資嘛 結果到最後 通通領補助 這個什麼完全沒有 所有人不在做 是啦 不會啦 這問題吃這個啦 還有一段 像你們說 你那個 那個 你現在沒有報告第二點自己說的 齁 就是社區關懷的方式 學部嘛 除了你知道 平均 說 有 這個 每個人 封五次啦 齁 人家六次是卡電下去啦 是 那面封有三四或三趴啦 一年卡三四通 還是去人家 兩次 而且還不一定到面就對了 你理想說 這對 這個有生理精神的支持 的需要你們 做法 對白人來說 對家庭來說 這樣夠夠 是 跟委員報絕對不夠 是嘛 但是我們也是要逐步做啦 對嗎 你這 這個 以前我們都是關懷說 他有看醫生沒有 有吃藥沒有 這個最重要 這個你後來我們再說 關懷說 他有工作沒有 他有什麼其他的問題沒有 他有什麼 那些資源無法取得沒有 對 你剛才說 對MCO的補助 你自己進入報告第三點 說 你這個發展就完 社區化 進行北人照火模式啦齁 啊 讓這個 進行機關團體將來價位 你一百百百年 我看這補助八人 現在一人到底補多少 是 大概一千萬左右 有每個一級的目標嗎 沒有 沒有 我們 我們是這樣 跟委員報告 我們是希望有多一點來申請啦 可是真的是就很少 好啦 我最好業務部有三七頁 第三七頁 到十幾點齁 你說我們補助的 國管市辦理 家庭這補助的 這補助的 這補助的 創新價位啦齁 你是不可以簡單 跟這個部分 幫我們做個說明就好了 好嗎 你的三十七 二十二點啦 我都依照你的議員報告 就給你問 這給我小孩 我沒有心裡的東西啦 家庭照顧者支持性 服務創新計畫 這不是我們 蛤 不是我們在這裡 不是 對 跟委員報告 這是應該是那個 長照師的家庭照顧者 服務能量 那因為我們在這補助的 包括家庭照顧他的壓力 那他的後續協助 或喘息服務的提供等等的 所以 但這個次長很清楚嗎 次長很清楚嗎 這個事情很清楚嗎 對 這主要是講那個 家庭照顧的服務能量 因為有些喘息 或者有一些特殊的一個 他的壓力的釋放的一個方案 對阿 有經濟疾病的 也可以拉入在這個患者裡面嗎 還是沒有 這個目前應該不是 經濟疾病是 注意到照顧者的壓力 那我們希望能夠他能夠 平穩的提供他的照顧的能量 所以會做一些支持的 我知道是精神病患的家屬 他本身也是照顧者啊 怎麼不是 沒有 這是 就是長照對象的家庭照顧者 對阿 當然有可能 其中是有些 精神疾病的失倫者 對阿 我就是要特別請教你們 因為你們預報是寫這樣嘛 那有多少精神疾病的照顧者 那已經有提出這樣的申請 是我們在這個支持的系統裡面 有照顧到 他們這些精神疾病的家庭照顧者嗎 沒有嗎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私的計畫 但是我在地方的時候 我在衛生局 有去協助執行這個業務 其實 痾 精神病人的家屬 他們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比較不會 主動的去找資 是嗎 是嗎 既然我們創新 要去支持 是不是你們這部分 你們可能也要趕緊的 我跟你講 精神疾病的家庭照顧者 這些對象 真的是需要我們特別去注意的啦 那如果說 連這個患者裡面 他們都沒有辦法納入 還是他們從我到底不知道 還是他們知道也不敢出來申請 那我們又沒有主動的積極作為 我覺得 我覺得 會有不一樣的層次問題會產生出來 是 我想這樣 現在有時候會透過地方這種 精神疾病的家長那個團體 透過他們的同輩的互相協助方式 那王總委員這個提醒就是 對我們目前執行的那個堅強度 跟能量的部分 我想我們有改進的空間啦 那我真的是希望有 我幫助這些精湛家庭 這整個發展裡面有專屬的 就並有特性啦 家庭的需求 的一個長照護 跟家庭照顧者的服務嘛 所以我們就 拿這個給你們請教嘛 記得我聽你們說 應該是完全沒有啦 有啦 不然你把申請的比例還是你們 實際上他有個比例 對那個精神疾病的家長的相關的支持 我們整理一下相關資訊 再傳給委員來指教 好 謝謝 謝謝 好接下來請林淑委員 來做選檔 好謝謝 而且主席是不是請次長 來請舒適 委員好 市長 關於精神疾病喔 最近有很多人投書 那其實也有一個台北市的這個 新生活協會 也有講出他們的意見 那其實有幾個呢 劉建國委員剛剛來質詢 大家都 都 大概都搞得清楚就是說 其實精神疾病不能成為 殺人的理由 那大家在問說 那他為什麼會殺人 他為什麼殺人 但是講回來呢 精神疾病是全世界 大疾病負擔之首 大家都這麼說 可是台灣呢 台灣的心理健康促進經費和預算 一個人 一個人 分配23元 所以你說這個國家 到底有多重視這個 心理健康促進 我們心裡面有數 然後再回過頭來 你剛剛講說300個人服務14萬人 一個社工 要服務400個精神病病有 這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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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平均23元 這才有可能 我認同剛剛委員說的 這個經費確實很少 所以他們在固定預算之外 再爭取這個工材基金 加進來做社區浮光 那我相信還是不夠 包括不管經費 你們都知道不夠 可是你也知道這社會問題很嚴重 對但是 你們接下來積極 這樣更積極的作為是什麼 我們在講社區支持 我們在講多元形式的這個服務 再講多元專業的合作 再講到社會和生活支持 再講說最重要 你們現在說你們小核心的叮嚀人家有沒有吃藥 可是呢不是吃藥就萬事OK 不吃藥當然不OK 但是不是吃了藥就OK 所以這個問題是 你如果很多業務的 都去看有吃藥 大家放肆看 你有肯定在看醫生嗎 有看又是怎樣 有吃藥又又是怎樣 其他都支持都沒有 其他的社區支持都沒有 多元專業進來也沒有 這樣寫得到這什麼健康促進 這是原木求魚 次長原木求魚 我現在沒要說這個 我今天要說的問題 一樣 這監察院最近的 王又齡委員的報告 監察院糾正衛福部 對於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的需求 評估作業流於形式 造成無法充分掌握及發覺 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的實際 處境和需求 我們在講說 其實真正的障礙 並不是來自於疾病和損傷 真正的障礙是來自於 外在環境的阻礙 而讓一個人 沒有辦法平等的參與 這個社會的結果 所以今天在講這個 身心障礙權益法裡面 身權法裡面 大幅的修正 我們把過去只有身體功能 和這個結構的鑑定結果 大幅的修正成 我們要長期納入所謂的 活動參與和環境因素 這個精神疾病一樣的意思 不是說你有朋友 你身體功能有障礙 這樣而已 你要想說這個社會對他們而言 之於他們 有什麼障礙 然後這個障礙 是我們政府做的不夠多的 這個障礙 是我們必須要幫他們掃除掉的 讓他們擁有社會平等權的 所以如果沒這樣看 現在都個人的問題 你自己沒吃藥 所以起笑起來 個人的問題 撇開了所有政府的責任 事實不是這樣嘛 不是說我們都個人的作為 個人的選擇 個人自己想要好 你就要自己比較結構 比較打拼 不是 這有國家跟社會的結論 國家我們不問責於社會 不問責於國家 都只問責於個人 然後每個人都個人化原子化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如果這樣什麼就是都不用政府 我們現在要說的是 尚流行一句話 叫做有政府 我們放心 什麼叫做有政府 監委這一篇就是在說政府 到底有要做為嗎 還是做表面的做形式的 那2007年申選法修正以前 我們在講的健康這個 所謂的身障者的唯一鑑定 是他身體的功能嘛 那我現在覺得說 修法以後我們要求要比較這個 ICF 國際健康功能和身心障礙分類 裡面八大身心功能障礙類別 要有一個BS碼 還要納入活動參與 和環境因素的第一碼的這個考量 來判定對身障者的資格認定 和障礙等級的這個判別 大家都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然後呢 其實我國啊 雖然現在的法律規定 我們是必須要去判斷它的功能 還有這個判斷它的環境和活動障礙這樣子 可是呢 我們是沒有做到那裡了 基本上我們鑑定制度 執行的結果 跟當初修法的目的還有極大的落差 所以要將這個活動參與和環境因素 納入障礙等級的判定裡面 要去落實這個 然後就發現說 譬如說啦 鑑定的基準無法回事 我以試皮質損傷患者的障礙來舉例 他們也舉例這個 他們說衛福部跟地方政府 監察院說 衛福部及對方政府 對醫院辦理的鑑定的品質欠缺督導機制 試皮質損傷 他絕對不是有一個眼科醫師 一個儀器檢查 他要多科別醫師 他要腦部影像檢查 還要搭配先進的醫療技術案儀器 然後他要看到視神經眼科以外 還有這個顯影科還有腦科等等 多部門啊 但是呢 舉這個例子來講 你連這個腦部斷層或核磁共振的檢查 在視覺功能鑑定障礙的這個部分 就沒有納入了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回應 這一類患者的障礙狀況 即將還沒討論到環境跟活動障礙 當然討論到光是跨科別 在這種狀況裡面都沒有辦法執行 那三權法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還要組成一個專業團隊 去進行他們報告這樣子 然後呢 他糾正了你們說 地方部縣市鑑定及意義覆檢的通過比率 高低起伏 鑑定的結果有差異 訓練的課程撐吃不齊 鑑定的人員專業訓練不足 監察院說 有的等於做一個金額 有的做一個二二六六 你都沒有一個統計的標準 衛福部也沒有一個行政指導 也沒有做出一個好的指引 要求大家通通要做到地方也相當的品質 那這他幫你糾正 這你的專業 處定的這也是你們的 第一 缺漏的部分 那還有剛剛整個鑑定的品質部分 現在照務師都有主案在一個做檢討 那人跟你糾正還要說也要檢討 是 會再做相關的一個檢討 我想品質要達到一致 才能造成民眾的公平性 這個部分確實我們有改進空間 那已經糾正了 要檢討 是 有在檢討 但是他不是跟他講這個 他說區公所辦理這個需求評估 掀起作業留餘形式 法定的政府需要提供的法定服務事項 我們的服務覆蓋率都足夠嗎 我們有時候想說這到底是沒有需求 還是因為沒有服務 還是不知道 所以你們服務覆蓋率還可以作弊 你的服務覆蓋率如果說他都不知道這個服務 他勾選了所需要的服務 說這只有一%的人需要 你的服務覆蓋率百分之百 但是其他99%的人 今天不知道這個服務 也不知道這個服務要做什麼 他根本不知道就跟精神障礙者一樣 跟精神障礙者的家屬一樣 我根本不知道要怎麼求助 我不知道我需要什麼都幫忙 我也不知道我應該要得到什麼支持 那他會勾選出我需要什麼嗎 所以是很困難的 然後呢 檢察院說啊 這個公所 光是公所的公務員 受理民眾申請身心障礙證明時 因為人力不足流動頻繁 這個在中南部很普遍 在北部或許還沒那麼嚴重 在中南部公務人員相公所 尤其是這個人口數少的相公所問題更嚴重 承辦人又缺乏專業 也都不了解各項法定福利服務措施和內容和規定 加上有時勾選的人也不是身障者本人 也不是主要的照顧人 所以公所端根本沒有辦法清楚的高級 也沒辦法清楚的說明這個整個福利資訊 難以落實啊 確認身障者所需要的福利服務 所以這兩年多來呢 除了這個 各項福利服務的需求人士佔比喔 5%而已 然後常見的就是 打得手上說我需要機構服務 我需要去住在機構式的服務 我需要申請埋伏去 這兩項大家都知道 再來就是補助的他們也知道 其他他們都不知道 我們在講說 這個有家庭脫固 照顧者支持 然後行為輔導 自立生活 支持服務 課後照顧 你還沒想像我剛才念這個 你問一百多個生 一百多萬喔 一百多萬的生障者 你問他說 照顧者訓練及研習 需不需要 3.1%說需要 家庭脫固需不需要 2.4% 臨時短期照顧需不需要 7.9%算高的 行為輔導需不需要 2.8% 自立生活 支持服務 3.0 課後照顧需不需要 1.8% 然後社區的日間作業設施 1.1% 婚姻和生育輔導 0.5% 然後社區居住1.5% 心理重建3.5% 生活重建3.0% 這是不知道自己的需求 還是對政府沒有信心 你所提供的服務 有多滿足他們嗎 或是他們 他們早就沒信心說 其實這都做不到 所以整個不要勾選 勾選之後也得不到服務 這件事 怎麼一回事 你可以告訴我嗎 次長 跟我說明一下 確實在 很多第一線穿口人員的 專業的訓練 固然每年調訓 還是有些流動上 怎麼彌補他的新知識 所以除了我們調訓 還有一些 相關的一個宣傳的素材 這個素材 我們也在精進這個版本 讓他亦讀亦看 亦能夠宣傳 至於說剛剛這個 落實的部分 我相信當事人勾選 是一個參考數字 最重要還是要經過 我們整體的專業人員 評估 我現在很好奇 一百多萬的身障者 他們的需求怎麼這麼少 可是跟我們社會上 實際接觸的落差太大 我們遇到的身障者 每個人的需求都很多 他們尋求協助的事項都很多 可是當你到公所裡面 透過公部門去盤點他的服務需要的時候 他都沒有耶 都沒有需要耶 他都沒有勁耶 這不會很荒謬嗎 所以不怪監委在問 這個公所端負責協助確認民眾需求的第一道窗口 結果 執行困境跟脫節的現象 影響了後續需求評估的分流和福利資格的取得 導致身心障礙者權益的喪失 然後衛福部都沒有提出有效的解決政策 所以在這種狀況裡面 每年只有兩層左右身上的一百幾百 只有兩聲進入實質的第二階段的需求評估 第二階段的需求評估 其中在這個家庭照顧及支持服務 家庭照顧者服務的需求 接受家房者更不及一層 所以現在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這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我想在機制有但是沒有辦法落實這一塊 真的我們還有 我告訴你 大家全面落實 我告訴你 如果真正的落實 大家都把需求提出來 你能夠滿足這些人的需求嗎 資源不簡單要漸進的 但是至少要先掌握 知道哪些需求 政府才能夠長出 逐漸的長出 那監委說你們身上福利資源的部件牛部 服務的量能稀少 衛福部未盡督導之責 這是監委說的不是我說的 然後福利服務的需求失增 被低估 付費機制交通障礙 服務的可盡性量能不足 造成需求者的使用服務的障礙 所以無論你什麼樣的東西 就是都失增 所以現在經常說 你的服務覆蓋率多少 人情說出來也不差 為什麼不差 服務覆蓋率為什麼不差 因為有需求的很少 所以你服務一百多萬 只有一%兩%的人有這些需求 當然是很容易服務 可是真正的需求不是一%兩% 真正的需求可能百分之五十六十七十 現在大家知道服務的大家都會選擇 為什麼大家都知道選擇富康巴士和輔具 富康巴士都選擇的人是34.4% 輔具服務的是11.8% 有什麼人都知道 因為富康巴士大家都知道我去做復健我需要 他很清楚他要剩 吉他 吉他你們敢不在宣導 你們敢不在說 身上者我給你心理重建的資源 身上者我也可以幫你婚姻及生育輔導 我也可以給你身上者的家庭 身上者的課後照顧 小孩子我給你課後照顧 身上者我也可以給你情緒支持 科學照顧零點六 情緒支持二點 零點 科學照顧零點二的需求 情緒支持只有零點七 情緒支持的需求只有零點七 我們會相信嗎 一般人啊 一般人的情緒支持需求 可能都不止零點七了啦 可是作為一個弱勢的社會裡面弱勢的 然後他要社會參與障礙這麼多的 他的需求會比一般社會的平均值還要高啊 可是你的服務提供法定服務項目呢 你的提供你們就沒在說啊 因為你們沒在說 你們真的說出去 大家都要來要求服務 你也做不夠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說 紀念監委都已經給你一個糾正報告了 剛剛在講說這個連身上者也一樣 家庭照顧者的服務 他的需求的部件 其實也不少 大概也都勾到11點多percent 一層有 可是在這種狀況裡面 我問你 即便有勾選的啦 這麼多年 六年來有勾選到照顧者的支持 照顧者的訓練 沿襲家庭關懷訪事案服務 有一層多 有沒有提供到滿足 一層多有沒有全滿足 那我們那個組長來做的說明 有些有需求之後 我們還要進度第二部的社工員 會在座親自做電話的一個訪問服務 對嘛 對 所以每一個都每個都滿足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目前在區公所當然一線的部分 我們未來會加強 可是我們不是只有靠區公所的這些人員的勾選 我們的社工會一個一個打電話 跟我們的生臟者 你全部 這個生臟者 中衛生臟者這個 多元評估啊 這個評估的社工員有多少 現在有256個 256個要服務多少人 一年大概平均37萬左右 平均37萬 總量是總子生臟人數是多少 118萬 118萬 一年平均37萬 一人要給不幾個 大概他們的Caslo來講 因為是電話服務嘛 所以可以的量是比較多的 我跟妳講 再怎麼電話服務 也是一定的殺手而已 人是肉做 我現在要說不論是精神障礙 還是全部的身心障礙 我們要說的是社會的資源 社會的支持 國家的責任 永遠都做得太少 而且法定業務 法定該做的服務項目 其實就很少 服務的覆蓋率少之又少 這個我們會來加強 那我問你一個原因 建委在講說 連生臟的生活補助費給錢的 他們會比較知道 買輔具的補助 生臟者生活補助 他們佔比數都將近五成 以前要五成多 要補助錢的 他們的資訊就比較清楚 好 那我要問你說 為什麼他的佔比數還下降 從104年 比如說 身臟者生活補助金 59%變成48% 少了11%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表達性的需求 所以每一年會勾選的人 會有一點點差異 對 可是我遇到 我們服務的第一現場 你知道立委有服務處 服務的現場經常就很多生臟人士 他要申請 他的生活補助 可是他們經常就是 遇到很多門檻跨不過去 那我想這個門檻的部分 我們一直都有在 我是不瞭解 我是不瞭解 因為 身臟的總量的人數 只會越來越多 可是你怎麼每年所提供的服務 給他生活補助費的佔比數是下降的 我得不懂 這個是表達性的需求 那最後我們實際發放的話 是都在增加的 有增加喔 對 大概是很平均 就是說他的人數是還蠻穩定的 大概 在107年是大概 平均每個月35萬 那108年的時候 也是平均每個月35萬 那每年花在這個錢 大概212億 35萬 對 他的需求在勾選的時候 表達性需求的時候 都只有勾選3萬多人 這是什麼意思 那每一年 沒有18萬 是 因為每一年來那個 申請鑑定或 重新需求評估的人數不一樣 但是整個118萬裡頭 大概固定35萬 會獲得我們這一個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就像吃藥一樣 給錢也是最簡單的 就像吃藥 但給錢不能解決所有的事情 吃藥也不能解決所有的事情 政府要做的還很多 但我要告訴大家說 這不是究責於說 你自己個人的選擇 你個人的作為 你自己個人要怎樣 不是 我們今天要說的是 國家和社會要做什麼 國家和社會要做的 部件牛部 現在 從精神障礙也一樣 身心障礙整體也是一樣 從服務的覆蓋率來講 法定的服務項目 覆蓋率很低很低 預算也很低 我補充一句就好 就是我們這個整體覆蓋率 我們也承認說 我們的確是不夠 所以我們每年都有一個目標值 在成長當中 所以我們從 你知道覆蓋率也可以作弊了 到現在109年 我們要達到15% 那現在大概是13%左右 我們還會繼續 那你的覆蓋率 它的分母是什麼 是表達需求的 還是全體的母數 118萬 因為118萬不是每個人 都有這個需求 所以表達 我就跟你講 你這個成長率是可以作弊的 你只要把表達需求的人 那個分母調整一下 或是分子調整一下 那如果你是用118萬去做的話 那就不容易了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到底要怎麼做 數字是容易做的 我只能這麼說 真的好啊去做 已經叫監委 我們不會努力的 但是也要跟委員報告 每個人需求不同 我知道啦 但是最好是人家沒有需求 但我要提醒你 最好是人家沒有需求 但是我們知道 你為什麼要來接受 立委是民意的第一線 人家我們看到的都是 需求都沒有被滿足 而不是沒有需求 這才是真正的事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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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那本日會議 選答全部結束 委員 魯明澤 所提書面質詢 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現在做以下決定 第一 報告及選答完畢 第二 委員質詢 未及答戶或請補充資料 請相關機關於兩週內答戶 委員 另有要求期限則 從其鎖定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 謝謝三位 謝謝